积极乡土灯会已经圆满闭幕 今年更吸引了20万人左右的赏灯人潮 很多民众都是为了灯会中的积极大山 竹编艺术递景而来 看过的游客都非常称赞 为此积极政公所及发展协会决定 将竹编积极大山留在原地继续来展示 也欢迎游客前来观赏 那今年我们是以我们积极大山为一个主题 跟我们后面真正的积极大山做一个呼应 做一个最主要的意向 那今年设计在这边的一个竹编的一个意向 我们会保留下来到一年 我们会慢慢继续再营造 把这块场地营造得更漂亮 让来积极的游客来这边可以赏到很自然的风光 积极政和平里长陈渝克指出 未来将会针对周边环境来做绿美化 以营造更好的环境 我希望这边可以建设更漂亮 更美丽 后面这边有这边的 我们会新鲜建议来绿美化 更漂亮的 我们这边就来着手整个月 县议员陈昭玉 感谢相关单位的用心 尤其在灯会结束后 还能将积极大山主编艺术地景 做有效的利用 不但能响应环保 也为地方带来新的亮点 我们特地在跟公所在长久跟地方的起劳商量之下 像今年的一个主灯 积极大山的一个意象 尤其它是由竹子的一个竹编 非常的一个漂亮 然后就可以远望 我们积极的大山 互相真正的实境的一个衬托 跟我们这整个意境 相托之下 更显得非常的美 所以我们决定把它留下来 在灯会期间 积极大山主编艺术地景 吸引许多人潮前来观赏 而在灯会结束后 正公所及地方 也决定保留一年继续展示 曾遭遇议员也欢迎民众前来观赏 记者邱品毅 积极采访报导